一、三、一 請拉彩 由國立科工館研發的互動式防災科技展 首度翻過中央山脈来到花蓮禁思堂展出 透过游戏宣导救災 我们希望透过寓教育乐的方式 让全体的民众 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的小朋友 能够来透过这个展览的参观 了解防災的重要 从知识面 从态度面 从它的一个技能 这三个面向来增进他们对防災的认识 效果如何 看看孩子们的反应就知道 这刚注目 打游戏只能就是娱乐 可是它可以学习很多的不同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还有小朋友认真做着笔记 对灾害如何发生 有更深的认知 温度会上升 然后呢 就是天气会变得很热 北极的那个冰会融化 展览现场总共有十种互动游戏机具台 从台湾的地质特性 灾难预警系统 监测通报系统等 都能透过体验 获得防灾科技知识 气候变迁已经不是一个慢慢恶化的现象 而已经到了可能不可逆的天然灾害的可能会造成很重大 这个人民财产的损失的影响 所以他们正在呼吁联合国可以把从现在开始定义它就是一个气候灾难 此季基金会更与国立科工馆签下合作备忘录 结合双方的专业与知识 让防灾DNA能够深入国人心中 大爱新闻黄文旗刘洪志 话联报道